其實Sleep Flow的原意就是 讓他們用一個新的頻道去賺多些錢 所以很多時候有些客人會問我們什麼 就是我想知道這個品牌是怎樣做的 那個品牌是怎樣做的 我們會慢慢建立成一個市場主持人或市場主持人 所以我們除了提供一個方案 其實我們有時候也會提供一個公司的服務 證明其實我們在做的事是工作 還有我們在推動一些比較新的東西 其實可能客人平時會有些多點的關心 我們其中有些客人其實是在金融業中 所以其實他們對安全的要求會比較高 其實他們最主要會問我們怎樣處理這些資料 我們的資料存在哪裡等等的問題 其實我們因為公司將會延伸到英國 現在暫時新加坡、馬來西亞都有提供的 英國你也知道他們和歐盟有一個比較嚴格的規例 所以其實我們今個月內就已經成功地 apply做一個叫GDPR的 不是一個license 只是類似一類的東西 其實我們會有一個 即是 internally 有一個很嚴格的 data processing 的requirement 或者 policy 其實我們本身的平台都是建立在Microsoft Azure上的 這個平台其實已經是有ISO 27001的了 所以其實你說data security 來講其實不是一個concern來的 可能後補 我們現在的financial institution 通常和我們合作之前都要做很多不同的test 尤其是penetration test 我們現在都很成功地過到的 你是多一個channel讓你去賣你的產品 還有其實你不是限制著 只是online 或者offline 其實現在是merge了兩樣東西 所以其實如果覺得未開始的商家的話 其實可以definitely 去看一看